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鲍鱼新生计创新进行时马上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鲍江本地人 养殖鲍鱼已有二十多个年头 不同于当地大多数鲍鱼养殖户 它的鲍鱼笼里生活着一种和其他品种不太一样的鲍鱼 你好 小哥 你好 这个养的是什么鲍呀 这个是黄金鲍的 这个是黄金鲍的吗 对对对对 我看 我听说这个黄金鲍可能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同呢 对啊 它这个黄金鲍 这么大 对对对 它养殖鱼的规格比较大 这么大呀 天哪 这个这个 是我的手掌一样大了 对对对 我觉得跟我的脸差不多 差不多 对 这种比手掌还要大的鲍鱼 被鱼民叫做黄金鲍 学名绿盘鲍 是绿鲍和皱纹盘鲍的杂胶品种 普通皱纹盘鲍的商品规格约为50克 而黄金鲍最大则可能长到1000克以上 约为普通皱纹盘鲍重量的20倍 虽然体格差异巨大 但这种鲍鱼与其他品种的鲍鱼一样 都以龙须菜 海带等为食物 投喂鲍鱼是养殖户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现在菜已经让它吃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投溜 投这个龙须菜 这个是鲍鱼最爱吃的 对 最爱吃的 这个龙须菜是天然的食物 那我放一下 我也来试一下 这还挺难拽的呢 对呀 哇塞 这样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嗯 其实还是有讲究是吧 对对 有讲究 这个多了脚了还是 这又均匀 平均位均匀 嗯 然后就是 然后就门窗关上 那个门扣扣上 这是门扣 门扣 对 立直针翻下扣 哎 然后把它这个碗带 碗带把它扣上 喂完鲍鱼 养殖户们会在鱼排附近的小木屋里 简单地吃上一餐 鲍鱼 很香 没有想象好像咬不烂的感觉 对呀 一咬就下来 而且还挺那个弹牙的 对对对对 你看 它那个肉 油下去 不是说像其他那个食物 很软 很绵那种 拿这个肉油下去 你看 就是很糖 很糖 嗯 一咬就下了 萧良艾所烹饪的是皱纹盘豹 也是莲江当地最为常见的养殖品种 这种鲍鱼的口感富有嚼劲 在莲江当地也形成了规模化养殖 但萧良艾一直在寻找新的品种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皱纹盘豹虽然在莲江当地 有着较长的养殖历史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在长期的养殖中 这种鲍鱼出现了种质退化的现象 种质退化 是指由于育苗厂没有科学的 选种和配种 导致了皱纹盘豹的近亲繁殖 这样的结果 就使鲍鱼的生长速度变慢 成活率也会下降 你几年以后 它一种品种它就会进行退化 这个您从哪判断它的经验 这个是养殖我们经验告诉我们的 养殖经验告诉我们的 生长速度各方面 就是不如前几年养的那么好 对 除此之外 当地的养殖户还面临着一个问题 皱纹盘豹一到夏天 就会因为不耐高温 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 莲江地处亚热带 夏季的水温通常在26摄氏度以上 而皱纹盘豹的适宜生长温度 为18至22摄氏度 鲍鱼的养殖周期一般为两年 因此度夏成为皱纹盘豹和养殖户们 需要面对的共同难题 面对养殖陷入的瓶颈 以销良艾为代表的养殖户们 积极寻求创新方法 希望能够提高养鲍鱼的收益 如何才能提高鲍鱼养殖的收益 寻找新的品种 势在必行 我每年都在寻找一些新的品种 哪一家 哪一个疫苗产 有一个新的突破 有一个新的品种出来 我都在饲养 为此 销良艾每年都要去育苗场 寻找新的鲍鱼品种 一种奇特的鲍鱼苗 引起了它的注意 它的壳面外形跟普通的皱纹盘盘 完全不一样 你看 不一样 它是没什么 没纹路的 没纹路的 比较光滑 不同于福建地区 养殖最多的皱纹盘豹 这种鲍鱼苗的壳比较平整 裙边也是金黄色的 尽管养了二十多年鲍鱼 但这种鲍鱼 对于销良艾来说 是第一次见到 它没有这个 你看 回度很好 回度可以 吃了十来天亮 吃了十来天亮 长得蛮不错的这个 开始出边了 吃边了 吃边了 育苗厂的工作人员告诉肖良艾 这是厦门大学的科研团队 新培育的品种 叫做黄金鲍 现在肖良艾所看的鲍鱼苗 才八个月大 但是在养四五年 这种鲍鱼能够长到手掌那么大 最大可以达到一千克以上 同时它比传统的品种更加耐高温 一千克 小良艾养了二十多年鲍鱼 也没想过鲍鱼可以长到这么大 在鲍鱼养殖行业 人们常用几头鲍这样的说法 来形容鲍鱼的大小 例如三头鲍就是指三只鲍鱼的重量 一共有五百克 在此之前 两头鲍就已经是非常少见了 在市场上鲍鱼的大小和它的价格紧密相关 鲍鱼越大卖的价格就会越高 因此眼前这枚小小的黄金鲍鱼苗 一下子引起了小良艾的好奇 我又看你长鲍 你长鲍如果有健康的话 它这个鲍它就长出来的就非常明显 就没有绝对就是说很卡的样子 没停过的样子 没停过的样子 对很顺的样子 你看这一看它这个肉 看它回度怎么样 你如果瘦不得低的话 这不一定是很健康的 既耐得住高温个头又大 黄金鲍的出现 似乎能够解决小良艾的难题 但这个全新的品种真的好养吗 即使养了二十多年的鲍鱼 小良艾心中也并没有太多底气 究竟黄金鲍能否顺利养殖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抱着江信江仪的态度 小良艾买了三十多万粒黄金鲍的鱼苗 投入了自家的笼子里 一直在寻找 所以说你拿一个新的品种出来 我们倒要去尝试 倒要去释养 释养真正能够稳定下来 那我们就认定这个品种 所以说现在是锁定环金鲍 但是新鲍鱼苗投放不久 正当小良艾满怀期待的时候 一个猝不及防的意外出现了 养殖黄金鲍不久 小良艾就在笼子里发现了大量死亡的鲍鱼 原本鲍鱼的损耗是养殖过程中非常常见的事情 但是每个笼子都有好几只死亡的鲍鱼 这已经超过了正常的死亡率 黄金鲍为什么会突然大量的死亡呢 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 销良艾先想到了饲料 龙须菜 这种菜生长在海里 是鲍鱼最喜欢吃的饲料 鲍鱼对于食物非常挑剔 吃的龙须菜必须是新鲜的 如果是不新鲜的龙须菜 鲍鱼吃了就会生病 销良艾养殖用的龙须菜 一般都是从莲江临近的宁德运送过来 菜送到后 工人就可以开始投喂 那么会不会是龙须菜不新鲜 导致了鲍鱼的死亡呢 销良艾仔细检查了笼子里的龙须菜 都还是新鲜的 不是饲料出了问题 那会不会是水温太高了 通常来说鲍鱼的适宜生长温度 在18至22摄氏度之间 如果超过这个温度 鲍鱼就会减少进食 甚至死亡 但是这段时间正是春夏之交 水温应该是适宜的 因此水温过高也被排除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黄金鲍批量死亡呢 购买这批鲍鱼苗 销良艾花了三十多万元 加上几个月的养殖时间 和人力成本 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如果鲍鱼继续死亡 所有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交集的销良艾想到了一个人 这里是厦门大学 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坐落于此 这个实验室里 汇集了一群 从事海洋科学相关领域前沿探索的科研人员 黄金鲍 正是这个实验室培育的新品种 它们将帮助养殖户们寻找鲍鱼死亡的原因 尤维伟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 也是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她的专长是贝类遗传育种研究 自2003年起 她便开始从事鲍鱼新品种的培育研究 最终我们选定的鲍鱼的爸爸来源 就是来自太平洋西岸的这一只绿鲍 然后鲍鱼的妈妈就还是采用 我们中国黄渤海海域的这个品种 就是重磐鲍 那它二者结合的这么一个杂交的后代 我们学名上叫做绿盘鲍 其实也就是养殖户俗称的这个叫做黄金鲍 作为一种人工培育的新品种 黄金鲍充分地结合了父母的优势 那我们采用这一只绿鲍作为副本的 跟我们的中盘鲍做母本杂交的后代 它就不仅能够体现出这个生长速度上的优势 而且能够把它耐高温的性能 遗传给它的后代 所以兼具了两种我们想改良的一个性状 那么结合了两种鲍鱼优势的新品种黄金鲍 为何会陆续死亡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揭秘 作为黄金鲍的培育者 尤维伟对于黄金鲍的生长情况也十分关心 他决定和肖良爱一起去现场看看 反复调研后 有微微发现 黄金鲍陆续死亡 居然跟这片养殖海湾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破解黄金鲍死亡之谜 创新进行时 下期继续揭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